欢迎收看上午9点钟的整点新闻 我是彭慧云 新闻一开始带给您是在嘉义的著名庙宇 新港凤天空前面 发生有游客遭到砍杀的事件 是有三名扼煞从轿车下来后 就拿着长刀和斧头 从被害人的背后偷袭 沿街追砍 把人砍到重伤后开车逃逸 警方现在是三名嫌犯都逮到了 而双方疑似是有债务交分 大白天的游客走在大街上 没想到下一秒一名黑衣男子 从他背后冲上来偷袭 把他吓到把腿狂奔 但这时看到路边一辆银白色轿车 从着两名男子也加入追逐行列 应急人沿路追逐 三名二煞相能嚣张 大白天的手上拿着长刀跟斧头 就在奉天空前的商店街取刀追砍 今晚假日人潮不多歹徒完全没在怕 看人之后随即开车逃逸 但没多久警方在加一步带 发现他刚好人才上车 下一秒让警车包抄堵在车头 应援警拉开车门 直接把男子拽下车狠狠压在地上 这时黎明援警也赶紧逃墙戒备 将人上后逮捕 谈成积极的犯行才19岁的陈姓男子 在几个小时前在嘉义新港 丰田宫前拿长刀跟斧头砍人 把人砍得浑身是伤 而同伙还有另外两人 另外间也陆续在布袋落网 而夸张事件就发生在嘉义新港 三号中午十二点多 当时三十六岁的红星游客走在路上 被三名男子袭击 吃刀一路追砍 从背部到肩膀还有双脚 有五到十公分的刀伤 这部车紧急将人送医 但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是偶遇还是有预谋还要调查 不过从阶级器看到 三名二煞搭同一部车 三人特地从台北南下嘉义 早早在路边埋伏 完全藐视公权力 而被害人一度声称 自己不认识这三名二煞 到底双方有何瓜葛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TBA新闻 季健亨嘉义报道 新北市中和则是有一名男子 日前到李办公室的门口乱丢垃圾 被制止后还大声咆哮 甚至他还动手 李长的妻子是被推倒受伤了 详情连线给记者郭颖 警方一到场就看这一名男子坐在路边 情绪相当激动 面对警方询问他丝毫没有冷静下来 原来他喝了酒后还乱丢垃圾 不满友人前来劝导 大声咆哮还动手推人 事发在上个月30号中午12点 当时这名陈信男子把垃圾丢在 新北市中和新南里里长办公室前 刚好被里长和里长太太看见 立刻上前制止 没想到陈信男子先是一阵飙骂 接着竟然动手推对方 导致里长太太摔倒受到情伤 警方到场后要这名男子先冷静 但他情绪还是很激动 不断大声叫骂 无论怎么劝说都没有用 最后远警只好将他强制带回警局 保护管束 而在高雄的三明区 澄清路上则是有一对男女 凌晨的时候在大路上大声的争吵 男的最后还在大马路上当街下跪 银线记者黄小琪 好就在今天凌晨两点多呢 高雄的街头这一男一女 站在马路中央的女子呢 她是站着 而她的前方的一名身材 壮硕的男子双脚下跪 拉着女生的手 似乎呢是在求饶 而人家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为何下跪呢 大概过了几分钟 这对男女呢 看到有民众在拍摄 女子拉起男生的手之后呢 就上车离开 而这事发生在高雄三明区的澄清路上 在今天凌晨呢 这一对情侣在快车道上争吵 男子不顾路上呢 还有其他车辆经过乖乖的下跪 向女子求饶 几分钟之后呢 可以看到女生呢是转身 怒气未消的上车 而且呢 把刚买来的薯条鸡块呢 一整袋丢出车外 而男子下车 看着这一袋宵夜洒满地 无奈的又上车 那么警方获报抵达现场的时候呢 已经不见这一对争吵的情侣 只见呢满地的薯条 原警也只好当起了清洁人员 收拾地上的残局 那么这对情侣为何吵架 乱丢垃圾 还有呢 车辆违规停在路中央 警方呢将调阅车牌 请他们到警局说明 以上是目前来自高雄的详细资讯 宜兰则是也发生了情侣当街争吵的事件 双方还一阵拉扯 女生被推倒在地上 但是呢 旁边有一群同行的朋友 从头到尾都冷眼旁观 没上前全家 宜兰一触停车场 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对小情侣 当街爆发拉扯 女子揪住男方领子 开始互推对方 因为是女生骑摩托车 是女生骑摩托车 然后是男生坐后面 对 那因为是男生很像有些稍微推下 然后他下车 之后两个才开始吵架 两人爆发肢体冲突 男方突然将手中的东西 往草丛一甩 接着把女方推倒在地 旁边同行的友人 本来在看戏 看到女方被推倒赶紧下车 不过他也没劝架 反而原地站着 隔山观虎斗 他就推那个女生 然后之后就是两个 两个有拉扯 那女生跌倒 对 然后之后 他那边应该是把手机丢出去吧 他的手机 对对对 应该是他女朋友的手机 他把他丢出去 然后他女朋友就很生气 对对 就是叫他捡回来这样子 情侣当街吵架 同行有人看傻了眼 似乎在思考要不要帮忙 或是该帮谁比较好 最后男子拿了东西 走路离开现场 只是情侣互推争执 也让民众热议 其实动手就不对 不管男的女的这样 如果每一次都动手 那当然是不太OK 可是假如说女生有自己要求 你打我啊 那没话讲吧 民众多半认为 无论性别都不该动手 情侣互推 被监视器画面拍下来 网友说最无奈的恐怕就是旁边这位 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劝架的朋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这起真的是飞来横祸 有驾驶行进了台64线 他看到前车碾过了一块铁片 但这铁片之后就往后飞 直接射进了副驾驶座 还让这名女驾驶被划伤了 而她的挡风玻璃也破了个大洞 那么驾驶现在回想起这起意外 还心有意境 好端端开车上路下一秒 挡风玻璃被砸瞬间破洞 只是发生太突然 把速度放慢看 一个黑色物体从前方飞来 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波及赶紧扣边停 有人粘起一个铁片砸到我的手 原来凶手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铁片 砸破挡风玻璃 碎片在车内四散一片凌乱 他打到的时候我就一手先 你本来是这样子 我们开车都是这样子嘛 那我一定要手先放下 我不知道我没有骨折啊 那我就要一手先稳住 这一手先放轻松 可是其实我这手一直在疯狂抖 还原当天经过 许小姐上班行进台六十四线 结果看到前车压到铁片喷飞 直接射进副驾驶座弹飞 许小姐右手臂被划伤 最后铁片掉到驾驶座方向盘前 光是修缮加上清理费用 就花了一万一千块 重新回想起那个过程 人还是心有余悸 当下就是全身都抖啊 因为这么大一个东西 是还好没打到我身上 打到我身上 你已经没看到我了 妈我还活着 感谢天 还好我没事 只是台六十四线 每天车流量都很大 像这种状况 警方表示 前车碾到铁片造成意外 没有罩泽 逐样是要去寻找 掉落铁片的车辆 违反倒交条例 最高开罚 一万八千元 但偏偏这种案件 调由监视器查证 也有难度 这回许小姐也自认 倒霉自行负担 维修费 不过看看这宛如电影 绝命终结战的场面 好险天外 飞来的铁片 砸中 副驾 万一有座人 恐怕不死 也半条命 TVS新闻 黄花令物新宴 新北市报道 在板桥则发生了 一起死亡车祸 是一名标线工程车的驾驶 把车辆围停在红线上 而且这个侧边的升降台 还是放下来的 导致后方的女骑士 不慎擦罩 倒地之后 又被货柜车给撵过 当场身亡 粉色上一骑士 跟在货柜车的后方 却越靠越近 最后两辆车并行前进 但下一秒 即是撞上黄色工程车的 升降台 往路中央倒 当场遭到货柜车后轮碾过 警方获报后 立刻赶往现场 但女骑士已经明显身亡 马上拉起封锁线 就怕再次发生追撞 只是事发当下 这辆标线工程车 违规临停在红线上 似乎因此导致车祸发生 当时工程标线车 就是停在这个位置 不过它侧边的升降台 却没有收起来 越过了白线 导致骑士骑车经过时 闪避不及撞上 又遭后车碾过 当场身亡 事发地点在新北市板桥大关路 一号上午 三十九岁的江县女骑士 竟她就住在附近 疑似回家途中 发生死亡车祸 因闪避 入房的工程车 车射升降台 因而跌倒当同行的 后方货柜伸碾药 当场不治 四十一岁的货柜车 黄姓驾驶没有酒驾 而四十四岁的 陈姓工程车驾驶 声称当时放下升降台 是为了要拿标线的白旗下车 两人都被依过失致死罪送半 尽管工程车驾驶工程 当时停在路边不到两分钟 但强快贪图方便 没有人帮忙指引 也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 疏忽造成意外夺命 工程车驾驶 肇事责任最大 台中有一名国中的女老师 在下课时间 是突然情绪失控 就在教室里 连续推翻了六张桌子 那校方进一步了解才知道呢 原来这名林老师一共是任职了七年 表现一直都很好 但是当天呢 因为学生在课堂上不听话 他才会情绪崩溃 推翻桌椅 而且还压上了一名学生的脚 林老师事后道歉 他也表示愿意赔偿医药费 穿着粉色上衣长裙 身形娇小的女子大抱走 一连推倒教室里面五六张桌椅 一旁学生好傻眼 其中一位学生还默默的把桌椅归位 而这一位疯狂翻桌的女子 竟然是他们的老师 但这一位看起来气质文静的女老师 怎么会做出妥协举动 在9月13号第八堂课的时候 因为学生上课秩序不佳 那下课之后老师情绪管控失当 扳倒这个学生的这个桌子 30多岁蔡姓女老师 在台中一间国中任职将近7年 是该班级的授课老师 并非班导师 校方表示这位老师平时表现良好 上个月13号因为学生秩序差 导致情绪失控翻桌 还因此压到其中一位学生的左脚 老师事后深感回忆 当晚有立即向受伤的学生跟家长 来道歉 并且表示会负担这个医药的费用 学校也立即进行校案通报 召开了校室会议 并表示会再加强蔡姓女老师的情绪管理 但为人师表应该做良好榜样 女老师突然失控翻桌 不仅吓坏学生也伤了师长形象 其余辈的新闻将军领 蔡姓台中上报道 疫苗方面有好消息 今天清晨5点36分 又有大约20多万剂的BNT疫苗 运敌了桃源机场 上面上可以看到滑航班机降落 缓缓滑行在跑道上 接着停在停机坪准备进行卸货 一旁还有不少工作人员 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刻 因为上头在运的就是民间自购 真正的BNT疫苗 而且还是客制化标签版本 20多万剂在今天清晨5点36分 顺利抵达桃源国际机场 接下来完成通关程序后 就会直接运送到冷除物流中心 进行后续的检验封间作业 事实上客制化标签的BNT疫苗 首批供140万剂 分别在先前9月30号 10月1号已经到获110多万剂 如今剩下的20多万剂也来了 后续将由指挥中心统筹运用 提供给民众施打 各界也希望疫苗一批一批到 能有效提升我国的疫苗接种率 指挥中心也宣布好消息 那就是在户外活动的话 像是爬山玩水等等 可以不用戴口罩 而且时间是从明天10月5号开始 但是呢我们要提醒您 也仅限山林海滨等地区 其余像是如果你要去河边的话 或是去路跑 或在野溪泡温泉 口罩还是得戴好 紧张了那么久的疫情 现在终于趋缓 而且也有口罩禁令松绑的好消息 未来像我这样一个人爬山 或带着我的家人来这里 如果旁边没有不认识的人 10月5号开始就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子 把口罩拿下来爬山 会比较凉爽一些 但记得不论如何 口罩都还是要把它戴在身上 终于有个口罩可以脱下来的地方 你知道吗 如果以双北升级三级警戒那天来算 外出不论到哪儿都得戴口罩的日子 我们过了140天 这样子小朋友也玩得比较开心 因为小朋友现在其实也会来放说 妈妈这样我戴口罩来下来这样好吗 对小朋友其实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警觉性 不用再担心孩子爬山流汗戴不住 也不用踏进运动流汗口罩全尸 很好 会不会担心 如果今天假设好 假设我们跟先生这样 这样的距离 不用带 对我赞同不用带 我们拍摄过程 还有民众期待到问 现在开始吗 不是现在但也在不久后 15号礼拜二开始 不只是上山 你像我一样来到沙滩这边玩水 你也一样可以把口罩给拿下来 山市绿的海市蓝的礼拜二开始 都是能不用带口罩的 除了山林和海灘 辛苦的农林渔物工作者 未来工作身旁没外援 口罩也能拿下来 这样比较方便 开心吗 开心开心 那会不会担心 自己保持安全距离比较好 大家赶快来补几张2021年玩水美照 但记得若突然旁边来了群不认识的 还是要速速带起来 或人多的户外活动 马拉松 泡野西温泉 河边玩水 路跑等 口罩禁令都没解除 政策滚动式松绑 新北市也宣布 10月5号起 卡拉OK 桌游店 网咖 能恢复营业 大家离全面捷径 越来越近 的确最近疫情趋缓 本土病例已经是连续4天加零了 再加上指挥中心宣布 从明天开始 民众前往海边或是空旷的地区 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么民众对这样的政策解禁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联系记者 纪元 好 主播 随着本土病例呢 连续了4天加零 指挥中心在昨天是有宣布了口罩 新制 像是农林 农与牧业的工作者在5号开始空旷处就不用戴口罩了 而民众呢像是前往山林地区或者是海边像是现在这一个可以看到在高雄西子湾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不少成勇的民众那么这一些民众呢他们基本上都还是维持上岸的时候离开水面就要把口罩戴起来而且呢这个干净的口罩他们也都是随身携带不过呢我们实际来许 询问民众的看法其实他们是对于说像这样子5号之后开始如果上岸之后没有一定要戴口罩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认为说应该要松绑我们来听一下当时访问 可以可以 因为因为这个是郊外啊 郊区啊 要放松一点 感觉有点怪怪啊 怪怪啊因为发掉关系啊感觉怪怪啊 好的那么像在海边的民众他们其实就是认为说 因为上岸的时候脸是湿湿的把口罩戴起来之后难免会把这个口罩的表面沾湿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防疫效果所以呢其实戴着口罩是比较不方便的那如果一从这个水里面起来之后就不戴其实也比较OK认为说像这样子的口罩政策适度的松绑其实是可以的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呢都认为如果上岸之后不戴口罩 这样子其实是对于陈勇或者是一些进行海水活动的民众来说是比较方便的那么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来自高雄的详细情形 主播 部分地区的口罩可以解禁但是骑机车要戴安全帽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不少人是周末到了屏东的小琉球但是警方和监理站就发现了有75件的违规光是没有戴安全帽这一点就占了65件详情交给宋家娟 好的主播可以看到周末游客开心出游戴上草帽就直接骑车上路了没想到警方就站在路旁好几双眼睛都盯着游客们没戴口罩立刻拦截而且这一茶呢不止一辆也有民众买了好多战利品穿无袖背心准备回家不过他的头顶空空的 警方呢其实都站在同一个路段就揪到了好几位没有戴安全帽的民众原来呢是屏东东港的警方和监理站周末一起到小琉球来联合机场就是看准疫情平稳之后国内旅游爆发会涌入小琉球而且呢游客们其实大多都会在现场租机车却呢会抱着侥幸心态太热就不戴安全帽了光是2号一整天警方就开出了75张告发单另外呢光是没有戴安全帽就有65件 提醒民众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到了离岛放松度假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定 以上是来自平等消息就让一个棚内 近期传出台积电要南下高雄设厂这让高雄房市是金金涨而这五年来呢新竹和台南等地的房市涨幅有很大的因素都是因为台积电设厂的关系 为什么呢交给记者书瑞 好在护国神山的光环加持之下 房价从新竹一路涨到台南跟高雄 以台南为例自从2017年9月底传出台积电将在南科设厂之后 房价就从一字头直接飙到二字头 而以实价揭露的平均单价变化来看 领涨的新竹县市近五年来每平涨幅大约是16.5% 同期间台南市涨幅也超过37% 连高雄市也起涨涨幅大约是14.3% 有专家认为早年房市投资客多在熟悉的地方来投资制产 这几年来社群发达打破地域限制 资金大局由北向中南部布局 跟着台积电设厂买房 更胜于跟着政策基建买房的状况也变得更明显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情形主播 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为了落实居住正义 蔡总统不止一次喊出了八年二十万户社会宅的目标一定会达标 只是看看目前的数字其实是还有一段落差的 如今内政部提出了第三条路 就是要将在疫情中受影响的旅馆转作为社会住宅 而这样的合作真的是双赢吗 来看这一则专题报道 这是我们旅馆大厅 就是也是我们交易厅 就是客人可以吃饭聊天的地方 每一个细节亲力亲为 两年前为了开这间青年旅馆 不到40岁的陈老板几乎砸下所有资源 确定要补墙之后大概花了200万也花了一个多月 就是把它全部重新依照法规补墙这样 像这个柱子本来就跟墙平行的 我们现在整个凸出来然后扩大 扩大大概一倍 以外国旅客为主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谁知道开幕才几个月就碰上疫情搅局 如今住客挂邻成了常态 在难以经营的现况下 政府也顺势出招 推出与合作双赢计划 要将旅馆转轨作为社会住宅 租的话也要看租的价钱 因为如果像我们只有两个房间 租出去也只能租两户的话 可能对我们没有那么有利 那我们又要花一大笔点改建 那如果租完又改建回来 那不如我们就赌 比如说半年的话 生意会更好一点 我们目标也是在找常租客 可是像这种青年旅馆的形式 要找常租客事实上是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如果你还在这边 这个空间住一年的话 我看也是 对啊你要放自己的东西 或者是生活也没有到 真的那么方便 将现有房屋作为未来社会住宅标的 继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之后 内政部研拟准备第三条路 透过政府直接新办 但实质上是仍然拥有者的资产 以共同合作方式将旅馆缩短闲置 三到五年的时间仍有稳定的收益 为了达成总统蔡英文的安心住宅政见 内政部规划了社会住宅的计划 目标八年内新建二十万户的社会住宅 里头包含了十二万户的直接新建 还有八万户的包租代管 而到2020年底的时候 包含新建中还有新建完成的社会住宅 有四万户出头 但是包租代管的部分 截至今年五月底达成率是只有22.8% 而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推出 旅馆转社会住宅 喊得非常响亮 但是从整体的空间规划到设备 都是一大问题 以一般旅馆房间来看 从动线空间规划到使用便利性 都是设计作为旅馆用的 短期使用跟长期居住就有差 就算有意愿转为社会住宅 也不是想就可以了 一般旅馆的房间内不会有一些烹饪的设备 还有一个洗涤的设备 你还是必须要有洗衣机跟烘衣机 18坪来算的话 营造成本可能就300万 连装潢 所以你用十分之一的投入 那毕竟旅馆已经都盖好了嘛 你只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政府与其花300万去盖一户的社会住宅 不如投资30万在旅馆业 做一个转型的费用 这是一个很创造三赢的机会 现实面条件就是第一层考量 旅馆业已经在苦苦撑 可掏不出钱再进化 就怕缺少中长期计划 双赢反而双赢 多元尝试啦 那因为也不够成熟 也不确定一定可以做哪 所以现在就说它是第三条路 我大概觉得有点夸大 这个政策应该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对一个公共政策讲 这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共政策 不然就会很容易让我们怀疑 它纯粹只是为了充数量 这三到五年反正到时候 可以算在太总统的所谓的多少部里面嘛 反正三到五年之后 反正就下一届的就无所谓啦 落实居住正义设宅计划 宣布启动第二阶段 在蔡总统再次宣示2024年20万户 一定达标的口号下 任何方法都先纳入考量 TB新闻张正安 程文学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